央视CCTV4 中华医药 曾经报道过的锤盆草也叫护肝草 以自然之道养生之术呵护身心 用天然的资源禀赋更棒的身体素质 今天分享一道养生美食凉拌锤盆草 这种翠绿的小草被坊间视为经典的养生野菜 锤盆草味道干淡微苦 性凉 吃法多样可以做汤 炒肉 凉拌榨汁等泡水待茶喝 既简单方便又养生健康 适合忙碌的上班族 今天我们带你重新认识锤盆草 让这种野菜成为均衡饮食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锤盆草含有多种有益成分 包括锤盆草干 氨基酸 糖类 黄酮类化合物等 它的食用价值非常丰富而且营养 食盐一茶匙 石油一汤匙 放入清洗干净的锤盆草 放入废水中焯水两分钟 出锅装盘上桌 淋入酱油 石油拌匀集成 焯水时加入食用油和盐 可以使锤盆草颜色更加翠绿 调味料可按个人口味进行调整 喜欢酸味的可以加一点醋 喜欢甜味的可以多加一点糖 只需以上简单的两个步骤 在家可以轻松做出美味的凉拌菜 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高 凉拌锤盆草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一道营养健康的美味家常菜 是一道营养健康的美味家常菜 得到最高兴的食物质 我们下来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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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吃哈